起重機緩緩拉升 下雨天持續動工不停歇 新店安坑屬於新北房市蛋白區 但如今新案開架來到五字頭 全靠交通題材易主 測試車輛緩緩使進站 安坑輕軌還沒通車 但周遭房價率先起漲 像是安康路二段七層樓的預售案 開架每坪高達五十萬 年漲幅大約一成 另一棟預售大樓 單價也來到四十九到五十五萬 五字頭成為新案地板價 看起來似乎是蠻貴的 但是跟這個新店市中心 還有央北重劃區 動輒六七十萬的價格 比起來還是算相對便宜 安坑中古屋單價平均落在三字頭 小坪數代租約的物件 可以來到四字頭 專家表示輕軌題材 雖然有助漲效果 但漲幅多寡 還是要看當地市場而定 淡海在最便宜的時候 房價值有一字頭 那從最低的十八十九萬 漲到現在的大概二十五到三十萬之間 那五股輕軌呢 五股房中指揚的地區的房價 從最低的二三二十四萬 現在已經漲到了三十五到四十萬 漲幅也相當的明顯 太貴了 真的太貴 我覺得我們一輩子 可能連個廁所都不太買得起 這裡是蠻好的 可是我覺得也還好啦 現在有輕軌這樣接還算 時間算好還算方便 低總價加上交通話題 雖然吸引首購自助 但專家也提醒輕軌比起捷運 便利性較差 加上地勢偏遠 發展力道不足等條件 都得在購物時納入考量 三列新聞 宋雲寬 李孟山新北報導